因为气候的原因 所以泰国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橡胶树种植基地 像国内这两年特别火的乳胶枕 那么它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泰国进口 这个就是橡胶树 通过把这个树皮切开一块 然后插一块小铁片 然后这个乳汁呢 就会从这个树皮里面流出来 然后渗透到这个里面 一棵树呢 它可以割三面 三面 对 一面的话差不多是五面 它只能是说割两天要休息一天 下雨的时候还不割的 下雨的时候不割 这个算是不能用了 对 这一面就已经不能再用了 对 它哪怕长好了 没有胶了吗 不出胶了 不出胶了 那上面没有了 没有 只有这一米左右才有 对 那这一棵树长多少年 我们从小树苗开始长 一般要长到五年 才开始可以割胶 有些品种要长到七年 才可以割胶 一棵胶树的话 大概的寿命是25年